欢迎来到我要自学网 然后上一节课给大家遗留了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一页的文字排版是怎么做出来了 但是由于我有想过 发现它的横板和我们的竖板长得都不一样 虽然是做出来的效果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竖板更有一点规则感 会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横板 就感觉没有那么美观 对不对 所以我打算就跟大家说一种 就直接说我们的竖板排版就可以了 就是直接进入我们的海报环节 我们的文字排版 就是最后一个也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说海报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很神奇的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里面的关键字是什么 是绘画对不对 绘画我们就会想到 绘画肯定是有一种艺术感 艺术感我就会想到用 我比较艳的颜色 艳丽的颜色 然后作为它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红蓝渐变 红蓝渐变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红色代表女性 蓝色代表男性对不对 然后中间的代表人妖 然后就会想到用红色和蓝色 这两种颜色来给我们搭底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把这边的颜色 给它复制过来 Ctrl C Ctrl V 然后右键 这边不是有个设置吗 让我们渐变填充 因为之前设置过 所以它这边是自动的了 左边取我们红色 右边取我们这边的蓝色 就可以了 然后改成角度零度 左右的水平方向的渐变 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们关键是 对这个文字进行处理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大家有的人就说 这好简单呀 我直接把这个文字 打出来之后不就行了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文字 其实你要说它简单 它并不简单 它前面啊 它有这么一小六 甚至外加这前面这一小六 它都是空白的空格 所以呢 这里面就有个小技巧 我们在这个 做这个文字的时候呢 要把它敲出来 把空格敲出来 但是大家还会发现有个误区 就是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插入文本框 每个一个一个档 可能中间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字没办法对齐 因为它这个站位幅不一样 并且我们字体大小也不一样 就会存在一些误区 所以现在跟它原后面做啊 首先呢 我们先去把这个字 这个字是弄好了 我跟大家说这个字怎么弄的 首先你去正常的插入一个文本框 然后输入绘画梅诗录 对不对 然后给它输入好了之后呢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我们这里面默认大小是事实啊 我们调整一下 回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前面敲共格 记住前面敲了几格 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我们敲四格 差不多就可以了 敲四格啊 敲四格之后呢 我们按住Ctrl D 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在这里面 接着去更改它的文字 这个叫创作梅诗录 是不是 哎 哎 创作梅诗录 好 然后呢 这个也弄完了 然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对齐的那种效果 大家看啊 这样 然后我去手动的移一下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 手动的移一下 让我们最左边的那个杠 跟我们的中间的那个参考线是对齐的 还有就是那参考线的颜色可以改啊 它默认是灰色 我把它改了一下 你看 我选 选动它之后右键 然后这边有颜色嘛 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更改它的颜色了 你选一个比较亮的颜色 可以让你去方便操作的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黑色 黑色也挺好的 然后呢 继续在这边有个 看这个 这个了嘛 我们再插入一次文本框 横排文本框 我们直接这里面说 看这里 然后呢 同样的敲 敲 敲一些空格 首先我们要把它这个字体改成32号字体 32回车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要对应这边来看要敲多少空格了 我们把这个 这个 跟这个啊 左边最左边和我们这条这个参考线对上 然后之后按空格 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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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到这个 这个时候差不多 对不对 好 然后同样的把它复制一份 Ctrl D 复制一份出来 然后呢 放到下面来 然后输入这个 我 直接再说 我 来 告诉你 对吧 然后这个呢 就会跟我们上面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选中了 然后呢 往下来一点 这样 这样就对齐了 对吧 好 那这些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上面就直接删掉了 删掉了 我们只保留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呢 我们要去全部框选住之后呢 去更改它字体的颜色 大家看到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把它全部改成白色 然后字体呢 统一的用湿原黑体 呃 Normal代表正常的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会发现我这个 我这个后面还有啊 还有这个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我这个问号啊 把它单独的拿出来做了一个制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直接在这后面加问号的话 你会发现最后就很难对齐 直接加问号 它这个问号 你会发现它后面还有像一个空格的东西 它就很站位 它实际上是两个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直接啊再插入这边插入一个问号 问号 然后呢 问号之后呢 把这个问号这个字体改一下 它默认的都是送体 改一下之后呢 我们还是把它调成白色 然后同样的字 呃都是40 回车 然后呢 把它这个时候呢 它就比较完整了 你知道吧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边来 我们可以任意的调整它的位置 然后下面呢 再复制一份按住消费键水平的一个下来 好 现在这些都弄完了之后呢 我们去把这些里面都给它填充颜色去 选中了 都去填充颜色啊 在形状轮廓这边选择一个最深的颜色 然后大家会发现 哎 这个做好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移一点 移一点之后呢 去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 把这两个选中了 组合起来 Ctrl G 然后呢 大家会发现这个问号啊 有点往下跑 我们往上挪一点 这样就对齐了 上面的也是啊 选中这个 再选中这个 Ctrl G组合 然后呢 把这个下面的往上挪一些 把它们贴合到一起去啊 无缝贴合 哎 有缝了 往上离一个就没缝了 好 下面的这个呢 都选中了 然后直接往上移 嘟嘟嘟 哎 哎 好了 对不对 好 这样就无缝的给它贴合了 贴合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会想着去给它加一些东西 因为这边有点空 因为你有空出来的地方 肯定会想 我给它加点东西 这样会看起来比较顺眼 这个往上再移一点 这样会有个居中的感觉啊 不然 感觉太靠下了 对不对 哎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打一个竖牌的时间和地点 啊不对 打就时间和日期 然后呢 就直接打复制过来 我就直接复制了 你们是自己手动去打一下哈 扛车位 然后采取一个竖板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它移下来 然后做一个对齐效果 或者是突出来的效果都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靠上去 也可以 然后就关键看你自己怎么想 然后呢 把这个呢 最好呢是呃 把它们靠右边对齐一下 然后我们再拉出一个这个线 按住Ctrl键 然后不放 然后挪一个线过来 然后呢 把我们的字体对上去 我们这个字 跟我们这个边框 对齐一下 看 这样就这个边就对齐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对 这个都对 对好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会想着 去加一个就是讲诗是谁呀 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文本框 然后把这个文本框 复制过来啊 Ctrl C Ctrl V 你看啊 复制过来 你会发现啊 这是一个文本框 然后而且呢 这个文本框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它没有那根线 那根线是什么 在插入 然后我们就插入一个线条就可以了 在这边 然后呢 把鼠标定位到上面那个点 然后按住shift键 然后拉一条下来 短一点啊 然后呢 大家会发现 哇它歪了也歪了也 我们去手动的调整一下 哎 这样就直了 然后呢去更改它的颜色 然后还有它的粗细 给它改 改的粗一点 粗一点 然后会有力量感一点 按住shift键 然后这样它会对齐 这个感觉好像太粗了 给它改细一丢丢 好 这样就可以了啊 哎 这个就做好了 这个效果就做好了 当然大家可能会发现 它这个不对齐了 按住shift键 看一下 哎 这个就对齐了啊 好 现在好了 OK perfect 好 这个也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这边呢 还有 还有给它加了一个英文 lature 就是讲师的意思 Ctrl V 给它粘贴过来啊 我直接给它粘贴过来 大家自己去手动打一下 然后注意对齐啊 对齐啊 然后我们又会想去 再拉一根线出来 按住country键 你看我们这边都是对齐的 那我们字也要对上去 对齐 好 字也对齐了 这也对齐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字单 往下移一点 不然的话 就感觉整个的 全部都挤在一起 就感觉很很堵 对不对 好 这些一系列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会想着 哎 这边还有还有这个 那我们也是给它复制过来 花瓣 然后和这个 Ctrl C Ctrl V OK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了哈 然后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这个 这边 这个live啊 这里面是 其实有一个渐变的 这个渐变怎么弄的呢 就是也是同样的 直接弄的 我们 把它复制一份 Ctrl D 然后它这个 正常的我们填充颜色 在形状填充里面 然后呢 是填充一个颜色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呢 把颜色改成一个渐变 就可以了 在这边设置一下 渐变的参数 左边选择 这边 然后呢 右边再选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其实这个都不难啊 这就是都是一样的操作 然后就把这个打入live之后呢 在这边选择一个 把每一个字母都大写 每一个字母都大写 对不对 全部大写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位置全部摆放好 这两个选中了 Ctrl J组合 然后呢 在我们这边水平集中一下 然后这个呢 同样的 这个其他的 我们如果就是都已经确定了 没有改动的话 整整整整体的去给它选中 这些全部选中 Ctrl J组合 然后呢 水平集中 垂直集中 然后这个总体的 就在我们屏幕的正中间的 这样就会比较好看 下面这个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一个判断 往下面再挪一点 都是完全OK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 第一个海报 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想着 这种海报要怎么做出来呢 下一节课 我们要讲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 做成一个盒子型的 方合型的 空间感的 如何去做 那这是我们下节课的内容啦 那这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拜拜 再见 再见